可以放到一個年輕過的大衣櫃 但是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 Gigi 今天你帶我去看一些 室外設計單位嗎? 我們今次去高學園的另一個部門 就是海遊灣的 海遊灣是一期還是第二期? 我們今次去一期 因為第二期也很容易室外 今次我們看海遊灣一期的單位 是一個三房單位 今次你想介紹一個車或房的設計嗎? 今次主打會介紹房的設計 因為房間裡每位女士都在 我希望有一個業務家 我入到家就有一個很舒適 可以看到自己的設備品 就很開心 要有收藏櫃 但是又造成一個大衣櫃 不如今次我們試試兩個設計擺放給觀眾看看 可以啊 現在我們本身到了海遊灣的設計單位 剛剛提及到這間房間的床長度這個位置 可以真的正如一個空間可以做三片鑊床效果 其實近年我們都少見過 對 因為這間房屬於是比較方正的 放完床的長度之後 床尾其實也有二十多吋空間 都不錯啊 可以掛到電視機 還有可以做地圖的設計 Gigi你今天提及過 單位本身有一個位置可以做衣櫃 就是這個位置嗎? 沒錯 那這個套位呢 它就或者箱就設計得很好 嗯 它本身的深度都有二十四吋深度 嗯 可以放到一個年輕過的大衣櫃 嗯 但是它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這個有一個對流窗的問題 但是呢 如果我喜歡一個大的套位做一個衣櫃的話 我想線條簡約一些 可以一片過就好了 但是剛剛正正有個窗頂圖 那如果你有什麼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這一類的設計 其實我們在之前都有運用過的 嗯 就會在衣櫃背部的位置 偷一個生口版的位置去處理 那第一不要封了這個窗 那如果是需要維修到冷氣機那些 那就脫了一些螺絲就可以出口去用 那如果真的女戶主覺得衣櫃都不夠 還想再大一點 還有什麼方法呢 另外一個方式呢 就可以做到曲尺的衣櫃 可以衍生到主人床的側巾的位置 嗯 那在那個衣櫃那裡 就會偷回那個屍尺口 做回床層櫃 令到空間不會這麼麻痺 如果你說我沒有新衣物上面 我不是需求太多的話 那我可以保留這個窗 做一個梳石空間 或者梳妝的空間 如果你想繼續收看我們的 設計師看柳團 無論是單身 或者全身的室內設計作品 歡迎鍵入上面 或者右下角的連結了解更多